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中文版 我是魏維,我們現在玩的是大師模式,我們玩第三天了 昨天我們解了三個古代核心的神廟 因為我們都很熟了,我們知道古代核心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去解了三個古代核心的神廟 那今天呢,我打算繼續去玩主劇情的挑戰 去找櫻螃老婆婆 就是地圖右下方這個光點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發電的篇幅好像想要咬我們的感覺 我來把它處理一下 好,這個死人骨頭我就不拿了 好,那我看到這邊有人在打 打怪喔,那我也來參加他們的 剩下他們的戰鬥喔,來打怪 那這些怪都很厲害,他們都會回血啊 那我來換我的,這個,26的武器了,讓他高興 那武器帶來裝滿,我就把這個4個丟掉 那武器帶來裝滿,我就把這個4個丟掉 那還有一個喔,在那邊 那這邊最好是一個一個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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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那還有一個他的武器也蠻不錯的 我來把它拿起來 我來丟這個3個好了 那,可以跟他講下話 欸,沒有要給我們什麼 獎勵嗎 好啊,沒有獎勵 下次就不救你們了 這邊有些花,我來把它吃掉 不是吃掉,撿起來 可惡可惡 你們都傾行草 好,解決了以後我們就繼續往 這一趴火的方向出發啊 這樣發光的地方 這樣,你會發現從這條路走 好像也比較簡單 好啊 欸,走呀 你們都很過分 不然 你們都會被騙啦 我臭恩 這太太 他 他左邊有一些怪的大本營,我們就不要理他 不過這邊的蘋果我想要拿 這個樹木我也想要拿 因為接下來我們可能要爬哈克諾的那個之塔 那那邊可能就是要有火這樣子 所以如果看到一些礦石阿,或者看到有木材阿,我都想要拿 這樣我們就一路往這個光點的地方去阿 那是路不是很陡嘛,都可以跑 所以我們行星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大家好,大家現在看我玩薩達傳說 我們現在在玩的是大溪模式阿 看我一直戴著面具,戴著面具以後 後來看到你就不會打你了,所以比較酷一點 所以馬只能帶我們到這個地方 從這邊開始我們就爬上去 我看哪邊比較平喔,比較跑爬 看起來這樣可以繞過去 現在很需要鳥的肉 講到這邊有這個河水阿 我們就順著這個水流下去 應該就是一把老伯伯的住家 下面就是卡卡利克村喔,我們下去囉 他有覺得用這個方法到卡卡利克村比較簡單嗎 去打開廣告 你要做什麼? 踩火太好了 對河水阿 來吧 馬好了 啊 因為我們又起了很多神廟所以 我們又起了很多神廟,所以 我們剛才解了很多神廟 所以我們又有四個考驗通過症 那我們來這邊 跟它再加一個新的容器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上去見硬盤老婆婆 所以我先把我這個恐怖的面具脫下來 好啊 又變成林克的這個臉 那我們就去找硬盤老婆婆 出發 嬌羞的帕亞出現了 咧咧咧咧咧咧咧 那我們就開始這個舉具鞋的挑戰去找到櫻盤 快點醒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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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讨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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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イラル王国の歴史は 太古の昔から 幾度もガーノンという名の厄災に 見舞われてきた歴史 その度勇者の魂を持つ者と 女神の血を引く聖なる姫の活躍によって 平穏を取り戻してきた 繰り返しの歴史なのじゃ ガーノンとの戦いを伝説として 幾度も刻みながら時は流れた これより語るは今から一万年ほど昔の話じゃ 当時のハイラルは高度な文明を花開かせておった それはもはや魔物すら脅威としないことじゃと言う 人々はその技術や力を 勇者と姫の助けにしようと考えた 厄災が復活しても その封印を確実にするものを作ろうとな 彼らは人が操る四体の巨大な獣 神獣 そしてガーディアンと呼ばれる 自らの意思で敵と戦う からくりの兵を作り出した 神獣を操る四人は 特殊な能力に引い出たものより選び出された こうしてガノンに対する術は 整えられたのよ そして再び厄災ガノンが復活し ハイラルを襲った時 彼らは勇者や姫と共に ガノンに立ち向こうだのじゃ ガーディアンは小さいながらも 数を生かして勇者たちを守り 神獣はその巨体から猛撃を放って 奴の力を削り取った そして大魔の剣を持つ勇者が ガノンにとどめを刺し 聖なる力を受け継ぐ王家の姫が 見事奴を封印したのじゃ ガノンにとどめを削り取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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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子 那如果有玩過這個遊戲的大家 說不定想跟我一樣 趁著這個 帕亞還沒回來的時候 看一下帕亞的日記 他現在還沒有看到靈克 說不定他寫的日記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回來了 回來了 不好意思喔 看你的日記 哈囉 所以他只有寫這樣子而已 再讓我看一下你的日記 你還不睡嗎 啊 嗯 嗯 啊 好,這樣,除了帕亞的日系以外 這邊也有一個本子 所以我們常在卡卡利克斯這邊解一些小任務 這些小任務其實就在這個本子裡面有記錄 喔,所以這是咕咕雞的這個任務 還有大妖精之犬的任務 還有射弓箭的那個任務 然後還有營火蟲的任務 接下來是帕亞 應該不是木瓜,流失應該是帕亞 帕亞應該就是木瓜啦,是吧 所以我們決定去哈特諾村那邊 那這邊的任務我們想要回來再集 因為如果大家我玩過的話 就知道我們還要從哈特諾村再回來 重新拜訪音哈這邊 然後才能打開這個回憶的劇情 所以我們就先不解這邊的任務 先去哈特諾村 阿特諾村 每次都抓不到這個青蛙 現在我學聰明的直接把你炸死 克洛格果實 可以拿 因為馬上我們就要碰到伯庫靈了 今天我們去解伯庫靈的任務 解完伯庫靈的任務以後 我們就休息一下明天再繼續玩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會遇到伯庫靈 鯉鯉鯉鞭 鯉鯉� While inside 在这边 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今天要去帮伯库林找他的沙林 找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武器带 那第一次增加的时候 大概只要需要三个克洛格的果实 因为只能增加 是不是两个弓箭带啊 所以 所以给多了也没有用 那我就在这边 给他一个 这个 应该爬到更高一边去炸他们 这样位置会太高了 待在这好 待在这 这些怪都会回血啊 所以 这小心点 来用这个 用炸弹了 把他们两个都炸死了 那现在就剩下一个 一个就比较好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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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還蠻弱的 而且只有五個生命值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用炸彈把這些怪都炸死 然後拿這個砂鈴 這樣應該很容易就可以炸死了 像我剛才那樣子 這邊有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有個蘋果 我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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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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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武器袋就多了一格 他還有一次機會再可以變大袋子 那我就再變大這個我的武器袋 所以第一次只要只能給三個克羅格果實 他就要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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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碰到了柏庫林啊 去當然碰到了櫻螃老婆婆 然後他叫我們去哈特諾村 然後我們碰到這個 呃 柏庫林啊 增加了我們的武器袋 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明天我們再繼續玩下去 明天我們要去登哈特諾塔 然後還要去找 這個所長 研究所所長 我們今天見 有一個地方 好嗎 你 在那邊 那今天我們來找你